公元965年 也就是中国宋朝的前德三年 新上任的林安甫抚引柳宣教到水月禅寺降乡 其实降乡不过是他表面上的名义 骨子里实则另有目的 柳宣教到任那天 武山石沙的禅寺都来了 只有这水月禅寺的月明禅寺未从赏面 说着柳宣教突然想起故事 从前在周南山上有位高松挂袍苦秀 有一天下山化园 欧见一妇人喂奶 那高松只看了一眼便再也走不动路 于是这位高松六根不进 四大不空就动了繁星 终于无法解脱 便是撞墙碰壁也无济于事 结果呢不知所终 柳宣教说完哈哈大笑 见月明禅寺面不改色 于是马上画风一转 月明禅寺的定性 当然无人能及 早已到了三十三天的窃利天 这三十三天 玉界有六天 四界有二十三天 无四界有四天 统共三十三天 所以人们常说 三十三天离恨天最高 六败六病 相思病最苦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不知大师对这色字如何看法 月明禅寺道 色不是色域的色 是色域的色 常人常说四大皆空 但不知道是哪四大 常说六根清净 也不知是哪六根 四大者乃地 水 火 风 身体这皮肉筋骨 是地大所称 血脉筋液 是水大所称 温暖严寒 是火大所称 呼吸运转 是风大所称 四大之中 缺一不可 有一偏胜则病 有一缺短则死 所以 我是什么呢 细细推敲 我不可得 我即是空 什么是六根呢 眼耳鼻舌身意是六根 色生相为触法是六成 眼为色根 耳为生根 鼻为袖根 舌为胃根 身为触根 意为法根 六根六成相对而生六十 三者同共十八件 也就是我手中的这十八字 人怎么能看到自我呢 只有照镜子 可是没有我 就根本看不到镜子里的我 没有我 也看不到自然界的形形色色 过而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色 而非色欲的色 柳璇教 连说三个佩服 不过 他仍旧认为 借色是违反自然的 这佛门境地没有女人 自然是空门 要是有一绝色美女 营业前来 那时候 就难免不空而色了吧 见他这般挑衅 月明禅师不再答话 借口作产当即离去 柳璇教憋了一肚子气 无处发泄 当天来到教坊寺 找了个叫红莲的姑娘 只要红莲 弄破了月明禅师的色界 柳璇教马上盼他脱脊丛凉 见红莲油油油油 柳璇教凑近 轻声道 不仅让你脱脊丛凉 还要上你一大笔钱 保你吃喝不愁 事业狂风大作 水月禅寺上东了 众弟子赵立修晚客 今天讲达摩老祖的故事 达摩老祖是印度佛教的二十八祖 中国的初祖 他原是南印度相遇王的第三子 成年以后当了和尚 航海三年来到中国 当时是梁武帝通元年的九月 由于梁武帝不是能够接受他信仰的人 于是乎他离开梁国到了北方的魏国 隐居在河南松山少林寺 灭壁九年 据说九年的时间 他灭壁而坐 沉入静观之中 因此被人称为闭关婆罗门 一天 有个叫神光的儒家学者 来到少林寺求见达摩 因为儒家的教训 不能满足神光的求知欲 于是他想问道于达摩 追随达摩的信仰 可是达摩到了中国之后 从来没有接见过任何人 当然对神光也不会例外 神光没有灰心 懂在院子里 不走不休 不眠不时 一天又一天的过去 神光依旧是不走不休 不眠不时 神光在学里站了七天七夜 依旧不能感动达摩 最后神光拔出宝剑 自断右臂 昏倒在院子里 神光的这番重心 终于打动了达摩 请问施主 你究竟为何而来 神光眼神空洞 我的心不安 请师父替我安心 达摩点头道 好 把你的心拿出来 我替你安 神光道 我就是找不到我的心在哪 达摩玩耳一笑 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 神光恍然大悟 心自在 心自安 何须劳神子去找 去安呢 众弟子点头 皆露出笑脸 正在这时 门口突然传来几声 女人的哭声 清风明月出去一看 果然有个女人 看着十分凄惨 这便是红莲了 红莲娇滴滴地哭诉道 丈夫死了 家里没一个亲人 去上坟遇上大风 险些命都丢了 岳明禅师帮着 喂了些汤药 让他暂时住下 明天白天再走 红莲娇羞道 这佛门禁地 为个女流 不好吧 众弟子 一口同声地说 我们出家人 慈悲为怀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啊 岳明禅师 见弟子各个面红而斥 轻声叹了口气说 这样吧 你今晚睡楼上的东厢房 我就在西厢房 没人敢上来 下了晚课 众弟子散去 岳明禅师安排好红莲 屋子到西厢房 坐禅去了 没一会儿 岳明禅师突然听见 东厢房有哭声 赶过去一看 红莲浑身发烫 脱了个金光 岳明禅师手足无措 完全不知道该干嘛 红莲紧紧抱住 说他是老毛病了 只要有个人脱了衣服抱他 一会儿就好了 岳明禅师咽口吐沫 颤抖着说 我试试吧 这一世可不得了 正如柳宣教所言 不空而色漏 有诗言 水月禅师好岳明 多时不下竹林峰 可怜树点菩提水 侵入红莲两半钟 当天岳明禅师就圆寂了 据说就在这一天 柳宣教柳福尹的夫人 生了一个女儿 取名叫柳翠 柳翠长大成人之后 败露在烟花柳巷做妓女 这便是岳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了 至于后世烟花柳巷的妓女 是否还有类似鸳鸳相报的柳翠 不得而知 但是 花街柳巷鸳鸳相报这件事 永远是从出不清 话说 光绪28年 北京城外的莲花河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一个只只两毛的妓女 不知何故 当街捅死了环翠阁大当家九奶奶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 妓女自称花小宝 还说什么是花无宝的女儿 寻补房的人很快到了 不用多说 花小宝被当场捉住 送进了班房 月牙出来了 带着寒气的一波弯月 也不知有多少次了 每次都有说不出的滋味 酸酸的 打心里冒凉气 也许每回受了委屈 打心里冒凉气的时候 就瞧着老天爷发呆 说什么 生下来就是受苦的命 有苦说不出的时候 也只有无语问苍天了 大概是三年前 也是今天这样的月牙 花小宝还没逼逼进窑子的时候 在一家叫风雅楼的饭店 当女招待 最开始 花小宝认为 当女招待就是端茶倒水 进了饭店才知道 就算是做女招待 也要陪酒卖笑的 第二次遇见九奶奶 就是那时候的事 当时 花小宝还不叫花小宝 叫玉华 这是她的学名 玉华还记得 第一次看见月牙 就是跟妈去见九奶奶的那天 妈给爸上完了坟 然后说带玉华进虫看看 玉华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就觉得那些人好开心 有说有笑 有谈有唱 玉华开心不起来 她一直想着一路上看见的月牙 和妈带着泪的眼睛 很久之后玉华才知道 为了给爸看病 妈借了不少钱 其中大半 就是从九奶奶这儿借的 眼看年根了 还不上钱 上哪都没理可说 也就是这么着 玉华亲眼看着妈被送进窑子 亲眼看着妈 改名花无宝 做了环翠格的窑紧 那之后 母女二人便分开了 玉华被送到一所学校 半工半读 玉华每天扫地一倒水 认真的干活 她知道她必须有用 她是吃人家的饭 玉华不能像别的同学那样 她只能注意自己 自己爱自己 可怜自己 鼓励自己 责备自己 玉华只能顾眼前 没有将来 将来跟她有什么关系 可是玉华的身体 是网大了涨 玉华觉得自己好看 这也是一种安慰 但是好看 也是她害怕 妈要是不好看 也不会被逼得下窑子 算了 不想了 就这么活着就好 好人总有好报的 老天爷总是有眼睛的 可是 老天爷 真的有眼睛吗 那天晚上 也是一波带着寒气的月牙 妈到学校 只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玉华哭成个泪人 在往常 学校到了八点就空了 只有玉华一个人 可那天不知怎么回事 王老师一直没走 原来 王老师认识妈 不 认识花无宝 王老师以此要挟 说这件事他能保密 只要玉华配合 玉华又气又恼 那又如何 告诉学校去吧 王老师一听 也不装斯文了 撒开了绷子抓住玉华 花无宝突然去世 就是那年秋天的事 九奶奶说 是得了脏病 突然去世的 还说 因为生病不能接客 欠了三百多块 玉华知道他们的意思 玉华也知道 他命该如此 他无论如何都逃不过了 就这样 玉华改名花小宝 也进了环翠阁做摇件 刚开始的那段时间 玉华过得还算不错 虽然每天出去见客 但从不接客 玉华也疑惑 这算哪儿的生意 原来 九奶奶这是在钓大鱼 拿玉华当大姑娘卖 小翠说 等着点大蜡烛呢 她当时就点了三次 不过事不过三 最多只能点三次 不是有句日本话吗 三优大蜡 就是再见的意思 点完三次大蜡烛 就再见咯 玉华扑斥一笑 听着怪好玩的 但不是大姑娘 怎么见红呢 小翠笑道 这简单 姨妈啥时候来 就啥时候点大蜡烛呗 说完 小翠苦笑 不过第一次 总归是鬼见仇的 玉华当时没明白过来 后来才知道 这环翠阁每个摇件 都是鬼见仇 黄三爷见红 也就是小翠说的 第一次总是鬼见仇 花小宝的第一次大蜡烛 是个日本人点的 见了红 红太阳一样的红 花小宝的第二次大蜡烛 是城里要铺的 柳掌柜点的 这柳掌柜是个酒鬼 头天高兴喝得五眉三道 裤子都没脱 也见了红 花小宝点第三次大蜡烛 是沁和堂的大当家 已经七十高龄的 黄老爷子 那天 说起来还怪逗趣的 这件事情真奇怪 大洋花了我是一千块 昨夜晚 我身子骨是更加的坏 狗皮高药 贴了我是一大块 乐地路 上擦下擦 左擦右擦 擦满了怀 他就是不把头而抬 我心在门里 身在外 这点点斑斑 哪里来 哪里来 日子过得很快 转眼就是一年 这一年来 晨昏颠倒 送旧佣心 花小宝每天出了 擦胭脂抹粉 什么也不用做 擦来伸手 翻来张口 就像个魂似的活着 越活越来 越活又不是滋味 这一年来 花小宝看得多 也听得多 他知道人有三教九流 也分三六九等 就说这窑子里吧 头等的叫轻仪小班 二等的叫茶室 三等的叫夏厨 您听听 这夏厨能高得了吗 可是不管怎么着 也还比莲花盒好了多 因为这莲花盒 已经不分什么等 什么急了 来到这儿的人 也没格没品 人一到这地儿 什么都要 就是不要脸 花小宝尽量忘了自己 忘了从前 也不想将来 有时候 他甚至不知道 为什么活着 不 他知道 他活着就只是一个理由 他想知道 妈到底怎么死的 花小宝直觉 这里头有问题 因为他问过的 每一个人 除非是真不知道 知道的都含含糊糊 哀声叹气的不肯说 直到他降到三等的翠红堂 遇上采风 才终于知道 妈是怎么死的 惨 好惨 话头得从花小宝 这个名字上说起 一天晚上 两个人闲来无事 聊家常 采风问花小宝 是不是认识花无宝 花小宝一愣神 那是我妈 采风连连叹气 惨 真是惨 那时候采风还在翠环阁 和花小宝同门同院 花小宝刚来的那几天 天天晚上哭 哭得采风都跟着难受 后来适应了俩月 总算不哭了 可谁曾想到 他得了脏病 身上长疙瘩 钻心似的疼 花无宝跟九奶奶告假 说实在受不了 想休息几天 九奶奶张口就骂 臭婊子 你敢唠一天试试 久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闲 何况花无宝的疙瘩 越长越大 客人很难不发现 这件事一闹 环翠哥的生意少了大半 九奶奶恼怒不已 当晚就把花无宝绑起来 亲手给他治病 这事和制驼被 管直不管活一样 疙瘩是割掉了 人废了 这个废不是死了 是不能再拿来卖钱 采风亲眼看着花无宝被塞进木头箱子 抬走 离了老远还能听见他寒 我还没死 我还没死 可是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采风泪入一下 不敢再说下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